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 李祝华所带来的最新实时观点评论 李祝华观点生机还是危机 马斯克作用社交媒体恐让言论自由失控 社群媒体龙头之一推特宣布 将以440亿美元的天价 把自己卖给世界首富马斯克 这项买卖刊证优势以来最疯狂 与最不可预测的交易之一 上代股东和监管机构批准 预计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会完成法律程序 集财富智慧经营冒选与创新 于一身的马斯克 他的一言一行动见观瞻 对社会与股市总是造成重大影响 当初马斯克想要购买推特时 一开始只想是开始一场玩笑 一开始只像是开始一场玩笑 起初他是以一系列 唐吉科德式关于言论自由的推文 批评推特不自由 到最后却迅速演变成一项严肃的杠杆收购要约 推而一度视为之恶意收购 因而以防御模式之毒丸计划抗支 但马斯克在关键转折点施展的权谋之际 警告如果收购遭拒 他会把手中所持股份全卖光 所以在充分获得银行融资后 迫使推特董事会迅速完成这桩交易 马斯克表示他并不在乎这笔交易的经济效益 他之所以收购推特是因为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极为重要 他指责推特为能兼职言论自由原则 他重申了对推特提出的改变 包括强力支持言论自由 他在一条推文中说 即使是对我最糟糕的批评者 我都希望他们留在推特 这就是言论自由的意义 马斯克对推特查封了许多名人账号 深深不以为然 他直言拥有一个受人信赖 与广泛包容的公共平台 对于文明社会的未来极为重要 他自欺可以让推特做到这一点 但这并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社区媒体应不应该 对发表于其平台上的言论进行管控 美国国会曾在1996年通过了通信规范法 其中第230条给予社区媒体 删除不到言论的权利 同时社区媒体也不必 为发表于其媒体上的言论负责 两党并没有对这项法律达成共识 共和党认为 社区媒体无权审查与删除 用户发言的内容 但民主党则认为 社区媒体应对发表 在媒体上的言论负责 马斯克的观点显然是与共和党一致 因此一旦他作用掌控推特后 所有反对他或反政府的言论 都可以在推特上出现 而不被删除 言论自由将无限上岗 川普又可以在推特上大肆传播 2020年大选舞弊的谣言 国会山庄的暴动将会具有正当性 言论自由必将失控 其结果必然冲击到 2024年的总统大选 言论自由必会与法律冲突 而重生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切的后果将会由谁来负责呢